好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跟你有姐妹分享一下 感谢主的恩典 足足25天的时间 我们在海外 心里面非常想念弟兄姐妹 感谢主现在有微信 有LINE 所以很方便 让我们不会觉得距离那么远 但这一次呢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兴奋 是因为大家上一次听到我 从五月份去中国 有一个跟我们教会很相似的名字 叫佛权教会 这一次何牧师跟我一起 也去了佛权教会 一去 他们通通跑上来跟我们拥抱 那这个拥抱呢 让我感觉非常温馨 好像回到了自己家 所以在佛权教会留下 给我深刻的印象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上次跟大家讲过 那个耳聋的郭弟兄 那么我已经把他的讲的话 挂到视频上去 你们可以看到郭弟兄的本人 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那我问郭弟兄 你到底是一个耳朵还是两个耳朵 他说是两个耳朵 而且听我们讲话 就非常清楚 从那一天到现在 他都是听见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姐妹 那因为他在这个半年之内 没有跟我回应 但他见到我面的时候呢 哇 还一直抱着我 一直抱着我 非常感动 你可以从视频上 可以看到他 这个眼睛鼻子都红了 因为他感动到 喜极而泣 为什么呢 他说和师母你五月份 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 你为我祷告 那个时候 他是圣结石 非常的疼痛 而且结石 大概很多个 但是 经过那个祷告之后 他 后来 就不痛了 那后来呢 他又去做这个 冰烧的检查 那其石头都没有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 知道是神在医治他 那还有一位姐妹 他也跑到我身边来 跟我说和师母啊 上次你为我祷告 也为我先生祷告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太多人祷告了 他的先生 大概颈椎 还有他的肝 脂肪肝 那么他说 颈椎还没完全好 但是和脂肪肝 得痊愈了 总而言之 听到这些的消息 都让我觉得 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定义 要做一个 活水流通的空管子 那么我们在 华商教会 刚才牧师提到华商 在华商教会 我跟何牧师去 其实是在我们 下飞机的第二天 就有人把我们 带到华商教会的 哈利路亚弹器 那么那天呢 本来我们不是做讲员的 但是一去呢 他们查经 马上就分两组 他带一组 我带一组 完了之后 我们以为 吃完晚饭 就会换一个 我就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想到 吃完晚饭之后 我们俩走不了了 他那边 一群人排队 我这边一群人排队 我在想 怎么回事啊 结果呢 我们从晚上七点多 一直祷告到十点钟 最后 华商教会 第二天 我们又去了 华商教会 主日敬拜 中午呢 他们又叫了一大桌 请我们两个人吃饭 一上桌 就有姐妹说 牧师师母 你一定要为我祷告 另外一个说 一定要为我祷告 然后呢 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 其实他才刚信主 没有多久 他就说 今天这个午餐 我买单了 那么他就表示 他特别的感动 那么我们听他说 华商教会 他们的微信群里 因着我们两个人的出现 都爆 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很热烈 在讨论这些事情 那也为我们的到来 觉得非常的开心 特别有一个姐妹 她发微信给我说 师母 我在我的书桌面前 贴了大大的字条 写着 从今以后 我一定要做一个 活水流通的空管子 这个是 这个姐妹 她说不但是我如此 其他的好多姐妹 都跟我一样的心 我们定义要做一只 活水流通的空管子 我想 我们的信息带到了 因为这一次我出去 讲的最多的话 就是 告诉你们 我是一只 活水流通的空管子 那么过去 我在我们教会 也讲了这个话 曾经有过一个弟兄 站在我身边说 师母你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 全天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说他是空管子 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受 外在环境的影响 心思杂念的影响 我们都有一些的参杂 我说 是啊 我说你听完我解释 你就知道 怎么做一个活水流通的空管子了 我可以可以老的上的 东的西的 上的下的 我都可以随时告诉你说 我是一只活水流通的空管子 定义流活水 而且没有苦毒脑恨 没有肮脏污秽 你放心 我所传递给你的 一定是营养的 一定是从神而来美好的 但是我一定有停止讲话的时刻 当我的嘴一停止讲话 我的灵力立刻可以恢复到我与神面对面的 甚至我去上一洗手间 甚至我在 一下子在吃饭 在地下头吃饭的时候 我没有再说话 可是我的灵力会立刻跟主说 主皇我刚才所有说的话 耳朵听到的话 装进我的管子里面 求主帮我清管子 让我可以再用我的话语去面对别人的时候 我不会传递错的信息 我不会传递 不该传递的东西 我相信 当我在恢复 跟弟友姐妹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依然可以对我身边的人说 我是一只活血流合的空管子 弟友姐妹可以阿门吗 阿门 所以我相信我这一番话 其实是很简短的 但是我走到哪里都爱讲这番话 是这一次神带领我的信息 那么我也发现在我身边的人 不但那是华商教育的弟兄姐妹 还有佛权教育弟兄姐妹 还有我所走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信息 这么简单的神的工作 那么我带到了 我也相信我们这次的出发起行 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那看到我们要回城之前 中华差船 就是他们的杂志叫做 差船人 我很喜欢差船人这三个字 因为我说我们叫活水得胜人 他们马上就说 和师母他们已经给我排下了档旗啊 二月份去哈尔滨去黑龙江 然后去河南去什么什么浦阳 哪里 我一看 我说二月份就要走了 我看可能走不了啊 因为我们这边受洗的弟兄姐妹 还没洗啊 一洗完马上准备复活节 还有一批新的弟兄姐妹 我说我一走呢 我们活水得胜教育 还是很需要师母的哈 所以呢 他们邀请我 我就说我回去祷告祷告吧 那当我把那张 他给我的纸张带回去 然后呢 我们上飞机回纽约的前一天 我们从金门回来 刚好下了飞机的时候 还有时间 我们又转往桃园去 又去了 第二次去了中华拆船 那我就对他们说 我说看样子 和师母在这个三个月之内 不合适 再往外跑哈 因为这个毕竟 我们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属灵的婴孩 需要喂奶 所以呢 我觉得看他们这个行程安排 是教神学的课 我看何牧师比较合适一点 我发觉何牧师也真的合适 因为他们去黑龙江 去哈尔滨 去哪里 是教神学课 那么他们就问 何牧师 你哪一段最在行 我说你们去打开 恩外利丁挖者点抗 你看看何牧师讲的到 都是三个重点 你觉得哪一段 最适合你们那边 就告诉何牧师 所以呢 他们现在已经给何牧师 排了档期 是3月3号到3月25号 那么3月27号是复活节 所以我说只要 何牧师复活节能赶得回来 就行了 我们这只是他们排了 我们还没有完全答应他们 盼望我们还是用 祷告的心 寻求上帝的旨意 到底是不是 再一次拆解何牧师 到中国大陆去 今天早上 当我们午堂 早堂结束了之后 吴国亲姐妹 大家都熟悉 我们当中非常好的代导者 也是我们教育 忠心良善 有见识的好童工 吴国亲姐妹告诉我说 他后天就要 全家回中国 50天 我说你 我说你回中国回哪里啊 他们就在黑龙江 我说哇 这个名称对我来讲 已经不是陌生的了 哈尔滨 黑龙江 以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讲 好遥远 可是因着 中华拆船 他们给我们的 一个新的挑战 一个新的护照 所以呢 这个名称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答应 他们能不能去 但是我听到我们的吴国亲姐妹 也要往那个方向去 我想神也许就拆遣吴国亲姐妹 先去那边 把他们的亲友都先带到神的面前 另外呢 今天在何牧师的信息当中 还有一段没有讲的 就是我们去金门 大家也知道 何牧师的母亲 她的外婆 就是金门人 所以何牧师会讲闽南语 她的闽南语是带着金门枪 所以她 我们从小 她是从小 那我是结婚之后 都在吃妈妈做的菜 其实妈妈做的菜 就是金门菜 所以何牧师这次在金门 真的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感觉 特别特别是 她从一下飞机就跟牧师说 我的大姨 叫什么名字 大姨家的门牌号码 全部都讲给那个牧师听了 她带我们去 带我们去 可是因为牧师实在太忙了 那我们这几天也马不停蹄 在金门每一场 从金门监狱 从老人院 从金门的教会 到山外教会 还要坐船到小金门 我们在圣诞节的晚上 平安夜的晚上 弟兄姐妹已经吃到了 我们从小金门带回来的金门共堂 那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那么感谢主 我这边还剩下一点点 万一礼拜平安夜晚上没吃到的 今天我们还有几颗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要吃糖 是要让大家感受到 你知道这个糖是飘洋过海 坐飞机坐船 然后坐车子 然后往后才带到我们的中间 那个是小金门的烈雨教会 烈火焚烧的烈 岛屿的雨 在那么小小的小金门 那么那个教会弟兄姐妹 依然带着火热的心 他们送给我们一大箱的金门共堂 那么我们真是带着弟兄姐妹的爱 跟弟兄姐妹的心 带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那么多天 我们都没有机会去看大姨 也不知道大姨的门牌到底要怎么走 但是到了全部的布道会 全部结束了 大家都要回去休息 看牧师都非常非常累了 和牧师还是无死心说 我可以去一下这个地址吗 你们带我去 其实就在距离我们山外教会 两条街的地方 这么近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姨 98岁 大家可以从视频镜头上 可以看到大姨的面孔 她其实是 除了眼睛看不清楚之外 她最近也摔了一跤之外 事实上她的讲话 她的耳朵 她的思想 都是非常清晰的 那我没有把她所有的话语都挂到视频上 让你们看她的影子 但是我们录下了她所有的见证 就是当初他们家怎么样去得救蒙恩的 和牧师的家里面 母亲跟和牧师是小baby的时候 这个家怎么样从拜偶像 进到了一个敬拜神的家庭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非常珍惜 非常宝贵 我们也希望为大姨家 她的儿子 还有她的孙儿 孙辈 来祷告 这个是我们也留下我们的平安祝福 这是我在金门要补充说明的 我相信和牧师因着这一次探访大姨 他心里也得到莫大的满足 其实是他的心中的盼望 能够把我们的福音的恩典 带给我们家族里面的人 感谢主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祖父都说了 因为时间超过了 我们也在这里再次邀请弟兄姐妹 下个礼拜就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 所以我们过了今天 我们就说明年见了 所以呢 第一个主日 不要单单自己来 好不好 我们就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邀请你身边的好友 说我们在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我们的心思念当中 先不是想赚钱 也不是想其他的事情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进神的殿 要欢喜快乐的 来朝见神的面 如果你愿意 同心合意的 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托付的话 我相信 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对不对 灵带动魂带动体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感谢主经 弟兄姐妹把这个底子都填得差不多 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椅子都摆开 我们盼望这个会场当中 一个最好的开始 让2016年活水得胜教会 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人 求主的烈火 烈天而降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得着从天上来的福分 阿们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那这个礼拜三是 12月30号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礼拜三的惯例 好吗 我们还是礼拜三晚上 茶经祷告会 7点钟还是有恩纲舞蹈的时间 8点到10点 还是要祷告会的时间 感谢主 那么 有人在问我说 那这个跨年 31号是不是还要在这里聚会呢 因为我们同工还没有沟通 所以我们还是以礼拜三晚上 在这里的固定的聚会 为优先 等一下我们吃饭酒再沟通一下 如果有人愿意 在31号晚上在这里一起守望跨年 来祷告的话 也欢迎我也愿意奉陪 好 那我们就先以礼拜三晚上的聚会为优先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攻读朱道文 请牧师做结束 祝福 我们在天上的祝福 愿人到尊人的名为圣 愿人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礼石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两人的债 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得理胜乐 因为国度之力 要全世界的 直到同月很大 在美真是满国之间 一生生命当天主门 天朝满京 从人的独立 在美圣灵中 最受灵 愿树立在上帝面前的 每一位主所疼爱的孩子们 都更明白真道 就是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赐给我们信主的人 有新的生命 新的灵命 而且要有新的使命 不是为自己活 乃是为神 为耶稣基督而活 活在世上成为灯光 成为烟 求主恩待我们 在见主面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会自责 会惧怕 人人见主面是欢欢喜喜 得到主的奖赏 如此祝福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阿で 阿祝 珠 神 Pa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的关爱我们 不但赐给我们丰盛的属灵粮食 还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 也求主纪念今天为午餐摆上奉献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爱心 求主恩上贾恩 求主祝福这些食物并竭尽这些食物 要我们吃了身体健康灵力兴盛 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 如此祷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